今天是2021年6月1号 就在今天 多伦多有6套1000万以上的公寓在卖 大家猜都在什么社区 就到我现在赞的Yokeville 大家好我是Evan 今天我们花3分钟时间了解一下 Mankos在Yoke的新的项目 Adagio 我现在就站在Adagio的site Adagio它在意大利文里面是缓慢的意思 在865术语里面它是慢舞的意思 这个名字得来于这个公寓的原址 是一个贵族的芭蕾舞学校 我们再聊一个多伦多的项目 第一个会聊的就是 它离地铁站的距离 这不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地铁站了 30秒的时间 我刚刚走进去的地铁站 叫Blonian地铁站 是连接多伦多一号跟二号地铁线 是多伦多最繁忙的地铁站 在这个路口也是多伦多最繁华的十字路口 Yellen Bloor 在这个繁华的最深处 就是Adagio所在的社区 Yokeville 形容多伦多的Yokeville 有人说 有一点像香港蓝桂坊 也有人说 它有那么一点像上海的新天地 更有人说 它有那么一点日本元素的感觉 还有人说 它有一点像友谊的上东区 很多的商界大咖 影视明星 NBA NHL球星 乃至多伦多的市长 都住在这个社区 多伦多的Yokeville 它吸引各界名流来这边居住 不仅是因为它自带的贵族气质 而是因为这边是加拿大最贵的 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多伦多最贵的酒店四季酒店 最精品的餐馆 Lounge 跟最fancy的健身房 都在这个社区 当然还有多伦多的名牌一条街椅 也在Yokeville 本地人给它有一个小名叫Minkmao 它和纽约的第五大道 洛杉矶的Rodeo Drive齐名 目前商业租金是在310块钱每平时 是加拿大最贵 也是北美第三季的商业地段 更让人羡慕的是 它坐落于多伦多大学的北门 区内还有安省皇家博物馆 皇家音乐学院 跟刚才视频一开始 我身后的多伦多最大的图书馆 Toronto Reference Library 所以在各种院校 跟各类老洋房的簇拥下 Yokeville 它的设施文化跟历史气氛 也是整个多伦多独一无二的 公寓的壁址是771 Youngstreet 全楼一共25层 只有202个单位 价格在1800到2000块钱每平时 如果你想住在多伦多最贵的地端 有最好的开发商建造 请跟我联系 我的名字是Evan Cia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